同学你好 你好 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温豪 目前就读台湾艺术大学古迹艺术修护学系的硕士班 目前是硕一升硕二 你为什么想念艺术科系 其实从小就一直对艺术相关还蛮有兴趣的 所以才选择这方面 可是你选的是古迹修护 会选择古迹修护 这主要是因为在大学在大三大四的时候 就是有慢慢接触传统着花这个部分 那后来就是有得知在古迹系 就是能够学习到这些相关知识 所以才会想说研究所去哪里就读 所以你是因为喜欢着花才去念古迹修护 对可以这么说 而且就是在古迹系还可以学到其他技术 像是减年胶脂这些都可以学得到 那你为什么特别喜欢这个传统艺术 我觉得传统艺术就是特别有一种文化底蕴 就是会吸引人去想要去学习 所以才会就是想要学这些的 就是很多图案背后有它的典故就对 就是它平常你看可能就只是一些什么植物动物 你不会去了解说它到底是运含什么意义 但是其实它背后都还有就是它想要表达的意思这样 那讲这次为什么想参加新传营 会想要参加新传营主要是就是想说 借由这二十几天来精进一下自己这样 学习到现在呢? 学习到现在就是可以跟杨继老师学习到很多像 呃雕刻技法走后刀法运用这样就是很受用 不过你参加是进阶班 表示你本来就有这样的基础 曾经就有这样的作品吗? 呃有刻三种文化作品 但是呃以前都刻普遍叫小剑 而且没有这么复杂 所以这是等于算是第一次刻这么复杂的图案 这样子又大又复杂 对 刻到现在习惯吗? 顺手了吧 努力跟上进度 跟其他同族比有压力吗? 呃有 你觉得你程度怎么样? 跟另外同学 努力跟上 你个人未来的规划呢? 个人未来规划 如果就是这门技术能够再更好的话 当然是希望从事相关行业 对 就直接会入行就对了? 嗯 希望是这样 选择的工作大概有哪一些? 就是像我们还会有学习到古迹修复相关的 所以你就可以把这门技术运用在修复上面 对 所以那个好像就是个人接案对不对? 就是一个庙可能要整修 所以找一些人来做修复 个人接案也会有就是到修复公司里面工作 也是有这样的公司 对 所以它现在已经变成显学 慢慢有比较 大家越来越重视这种传统文化 对 故宫是不是也有那种古物修复师啊? 也是一个很好的职业 那更高层次的 应该说是面相会不太一样 古物会比较偏向古物 古董啊 然后我们目前学的会比较偏向于建筑装饰的部分 对所以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些些微差异 修的东西不一样? 对主体上不太一样 不过观念上应该大同小异 大同小异 尽量以旧修旧就对 要看业主就是希望以什么防治者 这样 那就牵扯到预算了 对 好谢谢同学 谢谢 谢谢 谢谢